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才幾個月的時間 其實民調都有些消長 我們看一下 這是TVBS的民調 6月16到6月20號之間 那麼馬英九是44% 那麼蔡英文則是39% 是5%的差距 那另外一份民調 是遠見的民調 時間也差不多 13號到15號 馬英九41.2 但是蔡英文是36.3 比較相同的就是說 他們的差距度 大概都在5個百分點左右 所以跟當時 小英剛剛初選 那一段時間 甚至剛打贏那場選戰的時候 其實馬英九跟蔡英文 是非常接近 但似乎到目前為止 他這個所謂的5個百分點 其實已經超過了 那個統計學上面的 正負誤差值3%之內了 憲哥你怎麼看 這是符合我當時候的預測 也就是說 蔡主席要注意 他很可能在贏過蘇貞昌 成為民進黨的候選人 這是他的民調高峰 那這個民調高峰 當然是因為民進黨對民進黨 的過程裡頭 比較容易凸顯出 蔡主席的特質 所以他會得到很多媒體的幫助 所以他民調起來 可是這個以後 他就要拿出真正的牛肉 不管他的政策 剛剛黃總統講 對 國家認同 這個題目 蔡英文絕對不能回避 可是馬英九更不能回避 什麼叫不同不獨不武 不脫不睡不喝不吃不拉 這什麼話我都聽不懂 他說兩個 雙英都不能回避 雙英都不能回避 國家認同 兩岸的關係到底是怎麼回事 國家的安全未來要怎麼處理 政府的體制 還要這種歐羅勃責的制度嗎 我們再選來選去 為什麼副總統 人選這麼難決定 因為就目前這個烏魯木其智 副總統根本是什麼 我覺得但另外一方面 我要提醒全國的婦女同胞 就是我們要女人當家 我覺得女人當家有個好處 就是把這些男人的歐羅勃責 跟這種普通公 跟這些莫名其妙的這種政治 這種文化把它打消 所以我還是認為 要讓女人來當家 不管是蔡英文還是我 我們都樂意當家 所以這幾個主要的主題 就是要說清楚講明白 最重要是說兩個主要的 雙英從來不講清楚 黃總統是講得很清楚的 他們兩個都講不清楚 到底是怎麼搞法 馬英九最近遇到的困難更大了 他不是一直講什麼九二共識嗎 好了 人家跟你講一國兩府 你馬上就昏倒 馬上就不曉得怎麼辦 因為一國兩府跟九二共識 根本是不搭嘎的 那你一直還在主張九二共識 對岸已經主張一國兩府 那個學者先行已經來了 因為在試水溫了 所以表示你原來講的九二共識 根本不存在的東西 你繼續講 然後把它當成寶 人家現在被戳穿 所以他要重新來 我們總是不管是哪個總統或選人 在選舉之前都給你機會 但是蔡英文都給你機會 請講清楚 我剛剛講的四大四個 就是葉水姐你一定同意 國家認同 政府什麼體制 講清楚 對 兩岸關係是什麼 那這個國家的安全要怎麼處理 但是蔡英文有解釋 他的民調為什麼變差 他說是因為國民黨主導這個民調 那溫森你覺得呢 這個也不是只有民進黨的蔡英文會這樣講 包括宋楚瑜也曾經公開數落過國民黨 在民調上動手腳 那事實上在公演2000年 我那時候跑新聞的時候 在國民黨中央黨部 入口處還寫著連戰遙遙領先 三個數據 對不對 後面還在搭盆子準備要慶功了 結果當晚票一開出來整個瓦解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阿扁他留下一份很好的紀錄 就公演2000年 其實這本國民黨應該買去好好研究 第二章就寫民調大戰 就是說民調其實並不是我們想像中 台灣其實台灣很多這些 包括特別是民調這種東西 極欲懷則止 很多民調是變成文宣化 所以我們看到所謂眼見 乃至於說其他的很多媒體 特別是某一個報紙被蔡英文點名說 你們的民調我根本不相信 那可見說這個民調公司本身其實要自愛 但是國民黨也批評蔡英文 他說當時你表現那麼好的時候 你怎麼不說國民黨主導民調 現在你輸了 你就說國民黨主導民調 國民黨民調畫樣是很多 這是沒錯 他講了2000年 我自己同意他的看法 但是我覺得民調就是剛剛憲鴻講 他在打敗蘇貞昌成為候選人的時候 民調真的是巔峰 但是還有一個機會就是 他的副手人選宣布出來的時候 如果真的讓人家眼睛一亮而目一新的話 他還會有另外一個高峰 如果不是的話可能就比較困難 再加上剛剛講五個主題的話 就很難再拉抬起來 所以黃老師 不管這中間是贏五個百分點 還是輸三個百分點 到底蔡英文到底現在會遇到的難題是什麼 除了剛剛講清楚的問題 他就只要跟我保持良好的關係 幫我連署 我把他守住那3到5%的那種 極獨派的鐵票 就是台獨復興黨部 他就贏了嘛 就沒人來跟你說 我沒需要人說 我這也沒那麼簡單說 我要算 好啦 那這樣好了 問一下詹老師 那他那一天 靖元董部開張 就是團拜的那一天 他其實是有看起來 應該是有堅貴的事實 就跳過那個時間的對不對 那那個是即時嗎 對 我們如果有人會說 佛復折日 選擇良辰即時 或是黃道吉日 來做一個選擇婚姻 或開示大吉 如果他們有選的話 我以他的命盤印出來的話 董子威斗書的人都應該知道 那個時間的命盤 他本身流年的命格是天象做本命工 簡言之就是 官心高照 有立官路 靈心在旁 少安物照 這個命盤的格局是不要太急 應該做一個 我們說的一個冷靜的去思考 就是6月25號早上的9點06分 對 因為東指揮斗書的人 都會去列印這個命盤來參考 其實他的官路工 我們稱為龍慈奉格作手 雖然他不是假吉星 是比較弱的星 我們稱為龍慈奉格 貴氣 男黨 不分男女 也是一個左右逢源的一個旗格 請特殊的安排 但是這個遷移公 是連破逢吉這道命盤 在連真破君 在流年的遷移公 逢吉 不是逢兄 我們稱他為開疆辟土 先男後裔 租吉作手 苦盡甘來 是有一番苦戰的 逢吉 逢兄就慘了 最重要是財博公 木卡 摳摳 天府就是財星 東指不得住的人 以這個命盤來看的話 財星高照 募款無礙 貴人相住 資金無愧 不缺錢 其實有人說 老師 我們住哪裡 什麼鄉鎮 什麼路 有沒有影響我們住的運勢 他的總部是在長安東路 不斷 23號 西樓 我也在附近周遊一下 不敢上去 那個應該就是 謝長青上次選總統的地方 OK 那我簡言之 把這幾個字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有的人喜歡聽這種玄學 這種路名來加分 減分與否 屬猴的他 金猴的他 在那邊的話 我認為是長有長則大 猴大有志 是領導 群眾 魅力四色 這是加分的 安這個字就是 安有寶蓋 猴有窩住 居有定所 安亦有福 加分 不同生效結果不一樣 其實就是東 東就是東中有木 金猴刻木 好像一個斧頭在刻木頭 中途會一點 力量稍微弱一點點了 東中有田 猴不下田 這稍微弱一點點了 後續分四個階段的運勢 路 路中有竹 猴有竹柱 手舞竹道 行動明節 後來最後有個加把勁的 一個加油的獎 一個加分的一個動作在裡面 那所以黃老師 黃總統 你總部選在哪裡 我從西原路最便宜的 才幾萬塊錢 因為一樓 我也自己看了一下 也不錯 西啊 西就是把拆資就釋放歸我 原就滿地開花 路嘛 就是 路死誰手還不知道 祝福 黃總統 也祝福兩位候選 謝謝各位來賓 國民導演下次再見 謝謝